我们来考一下你的职场情商 好吧 这是你最后为数不多 能加分的项目了 来 我们进入到张其兴的职场情商课 有一个同事跟你对接 面对你提出的十条需求 他每次只能记住五条 然后实际只改三条 怎么办 对接的同事 看见了吗 情商里边有数学 如果需要十条的话 他实际修改三条的话 如果是我的话 我肯定把那七条 剩下的七条嘛 自己去完成 不及格 真的是完全不及格 我知道我自己的目的是 十条需求一定要完成 那我会追踪这十条需求 一定要完成 如果他能说出我的需求 还不符合原理 他应该告诉我 我去调整我的一个需求 如果他说服不了我 他就一定要满足我的一个需求 这就是企业之间不同部门协调 一定要去做的 我觉得刘畅老师的回答 从我们理工科来说也不及格 如果这是一个数学题的话 我们说如果是按照存储来说 我的容量 我的大脑容量 只能接受五条信息的话 那很简单嘛 你问他 你跟他问他三遍就好了 对不对 非常棒 就看公司文化 有的公司要求是非常严格的 必须执行 实行不了团队人 这第一个公司文化 第二个公司文化你可以帮他 你可以去帮他一起完成 也算是你的业绩 两个答案 如果单纯从他今天找的这个岗位上来说 我觉得他刚才的回答不及格 不及格 真的不及格 特别是你的那个解决办法 你说剩下那七条我自己也解决 对 在职场上是个团队协作 岗位是有分工的 不一定是你能做得了 但我不这么觉得 我觉得就是 比如说在我布置一个任务 布置十条任务的时候 其实我早已经做好了 可能有几条根本就完成不了 或者是这个人 他根本完成不了 你一定要做有这种余量的准备 那我如果安排十条 让他去找同事去完成 然后这个同事并没有完成 他可能完成了几条 然后结果他又帮这个同事 很好的把其他七条完成了 或者几条完成了 我觉得他很好 我觉得做得很好 没有问题 陈老板 你作为一个老板 你这样要求你的下属 你下属会非常非常的 不知道他该做什么 你给他一个不能完成的任务 你要考核他吗 不会 因为每个人都有静声的机制 静声的空间 如果我发现他有这样的特长 他有这样的能力 那肯定他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技术 所以现在我问一下啊 当你查到这道题的时候 你会怎么做啊 这在我们技术类型的公司 或者在我们互联网企业 这典型是产品经理 跟技术部门的一个典型的沟通 我说了我说了十个需求啊 客户给的 技术可能 他其实也不是说只能记住五条了 因为我们是这样 很多时候需求老是在变 老是在改 所以技术的伙伴们就非常崩溃 他会觉得说你怎么老改需求 但是呢产品经理和我们业务端的人 会觉得是说 我现在基于当下这个场景 我就希望你变成那个样子 我就要你这样做 对 是的 所以我想说 这是我们 我所在的 我姐这个题面 放到我的应用场景里边 那回归到真实的职场 按照我们正常职业化的操作 应该是什么呢 今天我们沟通了需求对吗 我提出十条需求 我不是口头提出 如果我们是在一个会议上边 我会做一条非常清晰的会议记录 告诉双方 今天我们达成了什么样的共识 白纸 我现在有十条需求出来 通过团队协作 和不断地反复的check 就我们叫检查 复盘 和调整 对 复盘 来去做的 这是我的处理方式 供你参考 佳莹老师后半句我认同 但是前半句完全是偷换了一个概念 十条需求就是十条需求 这你没有提出要改需求 对 我说的就是我现实的业务场景 所以你也在偷换我的概念 我给的是解题的思路 就是不要把不要算数 而是说这道题到底在考察你什么 就跟我们面试是一样的 我冰山下面到底考核你的是什么 是你的独立判断 还是你的批判性思维 你搞清楚这个就好了 完美 看似一道职场情商题 我能看到的就是表面上 你答不上来这道题 实际上 你没有太深入的职场经历 你想找的运营策划和总助 到目前为止考核 不尽如人意 你认同吗 认同 你今天来我希望找到工作 找不到工作没关系 大老爷们 走上这个舞台 你下去了还是一条好汉 而且你做的甜品很好吃啊 记住一条 你自己干小本生意行 我不允许你再投资 如果你真的意识到 爸爸走了以后 你要把家里的重担扛起来 你首先要明白 你现在就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 那一根头发 对 你是绕在妈妈心头最细的那根情思 你的一举一动都会让它 你懂的 刘东的各位企业家 根据张奇心的表现 再次做出你们的选择 请确认 祝贺你 还有一盏灯留下 进入到最后环节 谈钱不伤感情